那今天想跟大家多分享一下 就是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说常见的面试问题 发现了一些小问题或者小经验 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分享的 就像针对常用的一些面试问题来分享 那么常见的面试问题其实有四大类 不管说同学们面试哪一个职位 哪个公司 哪个行业 一般来讲 第一个问题肯定都是自我介绍 Tell me about yourself You know Walk me through your resume 这一般都是面试的第一个问题 你面试的开门砖 那你在这个自我面试的 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我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我发现同学们经常犯的小问题呢 其实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自我介绍的语数和 呃长度 因为很多同学要不然就是太短 要不就是太长 自我介绍的长度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太短呢 达不到目的 目的是其实是让对方更了解你的经历 了解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太长呢 就会有点像流水账 那对方就会失去耐心 因为每个人他的注意力的集中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要用最经验的语言传达给对方好的印象 我们的优势在于哪里 我们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我一般建议自我介绍最好控制在呃三到六分钟 不要超过六分钟 超过六分钟就太长了 其实三到五分钟就好 那语数来讲 因为面试嘛 所以很多时候有的同学们可能会比较紧张 那面试的语数太慢或者太快 其实都不会特别好 因为如果一紧张 你说的太快 我们第一次见面 说的太快 对方根本就不能很好地follow你 来了解你的背景 呃一般来自我介绍 又是我们面试的奠定整个面试的基调 所以要注意这个氛围是很很natural 很自然很随性的 所以最好是保持我们平常说话的语数 所以对方最最好能够follow 那我发现第二个自我介绍 观察到很多面试者犯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讲他的背景的时候 嗯有点像呃讲呃流水账 就是很多学生会一上来就说 啊我几几年几几年在这里读书 然后我现在做了什么 我有做过哪个功课呃上过哪门课 我有做过哪些项目等等 就偏流水账 那其实我们自我介绍的目的是说 我们要很明确地表达出我们的优势 我们要面试的工作需要x to z啊 这些能力 我们要很精简地表达出我们的优势在哪 为什么我们有x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证明我们有x的能力 我们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所以自我介绍的时候 没有没有关系不用说用时间顺序 一条条的讲经历 最重要的是要概括的突出 你是谁 你的优点在哪 你的专业技能在哪 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因为如果面试官想了解我们背景的细节 他永远都可以接着问 啊那跟我在具体聊聊这个项目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一点是发现很多面试者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犯的一个小小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感觉自我介绍常见的一个小处 就是很多面试者回答自我介绍的时候比较机械的话 我是谁 我有什么优势 好了 然后就就end 对方就觉得说 OK他好像讲完了 好像我可以问问题了 那如果我们换个位思考 我们从面试官的角度思考 同样有两个candidate 学校的背景 教育背景或者技术 其实差不多 一个呢 表现出对公司很大的乐情 你能感受他做了功课 他有说他为什么喜欢公司 他有说为什么这份职业吸引他 另外一个感觉面试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表达 他对这份工作的喜爱 感觉就是走个流程 我介绍完了 我是来面试 从我们面试官的角度 我们很明确的就会选前者 因为公司都知道技术这个通过时间 任何人通过时间和努力都可以学会的 但是对一份工作的乐情与乐爱 这个是很难培育的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要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要突出 那这个是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想跟大家分享的三个 我感觉经常发现的一些小问题 那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一般就是到我们讲项目就方便了 因为一般的第二个问题都是 OK Share me more about your project about your experience 都是想说进一步来背景深挖 去了解你同学们的背景 那这方面呢 我感觉比较常见的问题 其实也有三个 有三个小点 第一点呢 就是在讲这个项目的时候 很多同学感觉是在描述 做作业的方式 因为我们大部分 特别是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们工作经历或者实习经历 是很有限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学校的项目 这是很正常 也很容易理解的 但是很多同学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讲自己学校项目的时候 就感觉我在讲一个一份作业 我哪个哪个课的project 我做了怎样一件事情 对我来补充一下就是这个 你说的讲的比较生硬这个呢 我确实遇到学生这样 我知道的学生也有这样 我以前去大学去面试的学生也有这样 这个他什么呢 他以前受的这个教育呢 比如说呢 他在这个准备考试的时候 比如准备托付考试写作呀 他就是老师就说你背几个范文 你把这范文背会了 然后呢 你到时候呢 就来讲那么呢 有的这个教练指导的 就是说呢 你这个求职嘛 你就背几个范文 一个是做介绍 一个是什么团队 团队合作 一个是什么遇到困难 所以他上来就来背 这样的话呢 这个 对你的这个 这个这个结果呢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孩子要把他给给做 弄成自己的语言 还是得要让他活跃起来 嗯 对 您接着讲 嗯 嗯 好的 好的 那在我们进一步讲自己背景的时候 呃 发现常见的同学们 呃 可能犯了三个小的误区 是第一个就在介绍的时候 感觉 我是在介绍一个项目 更感觉的是说 我在介绍一个作业 我这门课 我做了这样一个project 我第一步 老师跟我说了 我应该做这个 再做第二个方面 再做第三个方面 那其实在我们讲项目的时候 如何去描述 如何去做这个表达 这个data storytelling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就是可能之后有一个structure 一个结构 就是每次你在呃 分享你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你可以以这样一个结构来分享 先说明 what's the problem you try to solve 那你这个项目 你想解决表 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第二步是说 what data you use 因为我是数据方面的 所以一般都是项目介绍 都是what data you use 第三方面一般是说 what methodology what analysis what technical perspective you did to solve the problem 也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 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最后一步就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会比较建议 同学们在面试的时候 用这个框架来讲你的项目 因为大多是时候 同学们都会忘了 讲结果 就没有突出你做的事情的结果 但在工作中 这个是很重要的 工作中你做任何东西 都是impact driven 都是先讲结果 我做的这件事情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我做的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么重要 从而突出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了 你是很适合这份工作的了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 就是经常面试时候 发现的一个误区 然后第二点想分享的 发现自我就是讲项目的时候的误区 是可能可能说有些同学们 在讲的时候比较紧张 或者说不确定应该怎么讲 我会发现大家一般都是讲的非常high level 就是感觉描述这件事情 在讲job description一样 就没有细节 没有一些quantitative 或者technical 的细节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可能在讲我的项目 我可能就说 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我分析了这样一个数据 我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没了 那另外一个同学讲的方式 可能是说 我分析了过去12个月 关于哪个哪个方面的数据 我是如何处理这个数据的 然后我用了统计上的怎样一个方法 来发现了某这个数据和另外一个数据 关系是怎样的 那从为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你会更相信哪一份经历呢 你会更相信哪一个candidate 真正有做这件事情 肯定是讲了细节的了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讲项目的时候 要适当的加上这些quantitative 或者technical的细节 可以让你的经历更有幸福度 陈老师 你在这方面有想补充加的问题 加的方面吗 对 我补充一点吧 这个 我们以前也在一个大公司 我们是工程公司了 那我们去到招生的季 就是八九十月 这个招生的旺季 我们都分别去各自的学校去招 然后我一般就分到CMU 每年都去CMU招 我们像每年去招人之前 HR都会给我们有一个培训 那培训他就说 你在这个面试的时候 你要听他的叫star 就是你的situation 就你的情况 是什么任务 什么action 最后是结果 那这四点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因为我们作为面试官的话 我来面试你 我也要花时间的 而且我要从十几个人里面 要选出一个这么candidate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你讲的有什么结果 另外一个面试官就告诉我们说 很有意思就是说 你们出去面试 这是代表我们公司的 你不要去受骗了 所以呢 就就这个就是说呢 如果有的学生讲的 比如说他太太太这个high level 太这个虚呢 你就会认为可能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不是他就听说有这么个项目 他根本就没有做过 所以这样的你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那你面试的时候 其实呢 你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试的话 那一个小时都面试个四个学生 有的时候呢 是没有没有时间去深挖他的东西的 所以呢 你如果没有讲好 那可能你的机会就丧失了 对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中国同学 他是有货的 但他没讲出来 所以这个呢 得要注意 好的 是的 谢谢陈老师的补充 那接着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三类 咱们常见的 呃 面试面试的问题 就是technical的问题 特别是 如果是小伙伴想面试数据这方面 一般肯定都是有technical question的 要考一些你technical的能力 那我发现这边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 比如说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问了一个technical的问题 可能小后同学们就觉得说 哎呀妈呀 这个问题 我不是很完全会呀 然后他就完全不回答 就完全silent 不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点 因为工作中 其实他不光完完全全看你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看你的一种态度 你是不是有成长型思维 也就是他们常说的growth mindset 那工作中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会 你永远有不会的东西 你你都是要学习的 其实我们会慢慢发现 就是特别是在你的career的职业道路上 越越走到后背 其实你培养的能力就是deal with unknown 并不是说你技术多么多么的好 而是说你你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或者态度 明白说我应该怎么样deal with unknown 所以在面试技术的问题的时候 万一实在碰到问题你不会 也不要完全不要不回答 把你的思维 把你的想法说清楚 比be silent 完全不回答这个问题会好很多 然后第二个 我发现常有的误区就是 比如说我们考编程吧 可能是面试的时候考编程 很多小伙伴考面试的时候就一句话不想 就吭哧吭哧在那里打个代码 又打不出来就想的 哎呀完了完了 知道替我回答不出来了 其实大家想一想 考这个代码的时候 其实是要沟通的 因为工作中是这样 每个人都知道说 很少有那种人不用查google 不用查任何东西 我就完全一气呵成 把这个代码全打对 其实工作中很多时候是说 你有一个思路 你大概知道说 我应该这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这样去写这方面的代码 有错 我们去google上查一查 我们去debug一下 再写一写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面试中 他可以理解 你可能是因为紧张 或者因为一些因素 你这个公式实在不记得怎么写了 或者说这个编程这部分 你实在不记得怎么写了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不要担心这些细节 最重要的是得把你的想法讲清楚 就比如说 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的编程的想法是 第一步 我想这样这样 把这个东西算好 第二步 我想做这个 第三步 我想做这个 那我在做第二步的时候 我这个function可能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不太记得 其实你实话实说就好了 很多时候technical的问题 如果你整体的编程的思路是对的 他也会算你过的 如果是大公司的话 他可能会要求比较严 主要是因为candidate太多了 但其实一般小公司的话 其实你整体的编程思路正确的话 他可以理解你可能有些时候卡壳 因为在工作中这就是可以解决的 主要是你的思维方面要正确 那这个是想关于就是technical面试这方面 想跟大家小伙伴分享的 那我最后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behavior问题 因为我们面试中剩下的最后一大类问题 就是因为应该中文名字叫做行为 关于行为方面的一些问题 那其实很多behavior问题 就像陈老师一般都是用陈老师 一开始你提到的那个star schema来回答 我要讲behavior问题 比如说一般常问的问题就是 how do you deal with conflicts how do you show leadership 等等这样的问题 那一般都是建议我们用star schema 要举特别具体的例子来表达 为什么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 我们表现的能力是怎么样的 那我个人感觉在behavior问题这方面 我发现很多小伙伴犯了一个误区 就是很多时候为了答问题而答问题 没有从面试官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比如说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很经典的问题 就是说我需要witness 那我就听到过有一个面试者 可能他要面试的这个职位 他的job description里面就是很明确的说是 需要propose analytics solution to find pattern within chaotic data 那这是他的job description 那他在回答what's the weakness的时候 那这个candidate就说 oh my weakness is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the chaos i need a very specific scope of the question 那我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我可以理解他说的是什么问题 因为说作为刚开始工作比较junior的人 都是要培养这个能力 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样去gather feedback 我应该怎么样去scope这个问题 跟对方合作 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但是因为描述了这个方式 那我从haring manager的角度就立马觉得说 ok那你做不了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就需要需要你 finding the pattern finding from the chaos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 准备behavioral问题的时候 去用star schema 然后去想一些例子 一定要注意从对方的角度 从听众的角度来反思 自己讲的这一套是不是合理的 会不会为对方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因为behavioral问题是很少大家会因为behavioral问题决定 你是否适合这个工作 只要是没有you know非常大的red flag 所以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些问题的时候 以吻取胜 就是我们回答的答案尽量偏吻 偏大众化 其实是就不太有漏洞 但是如果同学们觉得非常有自信 我知道怎么回答这个 那按你自己的方式回答也是很正确的 主要就是一个建议 一定要从听者的角度来想 我有没有造成很不好的印象 关于behavioral问题 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太好了 等我问一下朱老师 那你觉得这个面试是很多人 他是natural的呢 他就会说呢 还是说需要练习很多遍呢 还是怎么样 那如果练习的话该怎么练习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陈老师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 有的人是属于是观察者 我不太爱说 我比较偏introvert 我喜欢观察 我喜欢思考在在说 有些人就可能是外向者 我不用思考 我就说的多 可能有些时候先说都在过脑子 所以我个人觉得面试其实是有技巧的 是可以培养 可以培练的 可以自己练习的 那有些学生可能是我们尽我们能做的事情 去研究这些方法 这些best practice 去练习 那每一次的面试机会 我们都要复盘 如果说面试没有成功 那我们不要灰心 最重要的事情是复盘 想一想 是我回答哪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没回答好 那么下次我试试这个方法 再用这个方法去回答 我一般建议小伙伴自己练习的话 你可以自己把自己的答案录下来 然后从第三方的角度 我是不是可以 如果作为我完全不认识我自己 我第一次听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我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我听完我自己讲了之后 我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对的那个人 我特别是这份工作 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面试的准备就是成功的 那这些练习也是都是值得的 所以我觉得是无论同学们是什么性格 面试都是可以练习的 通过自己不断的反思 复盘越来越好 I see 那还有一个同学经常提的问题 就是作为这个国际学生 他大多数的生活的经验 都是在学校里面 中国的学校也好 在美国的学校里面 这就是他生活的这个圈子 那么在面试的时候 他是尽量讲在学校里面的经验 还是尽量的多讲在校外的经验 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我觉得陈老师 其实这个取决于咱们要回答什么问题 因为在面试当中 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讲 他都是更想知道你 比如说实习 就是一定的工作经历 一定的社会经历 从公司角度 他都是想这样了解的 那因为大部分 如果同学们可能实习经验有限 可能大部分的项目 都是学校的项目 那我们不得不回答学校的这些经历 那比如说面试的时候 如果是问项目的话 他的初衷 肯定是想知道学校的项目 你哪些学校的项目 可以体现你的technical方面的能力 那如果说问的问题是behavior问题 那其实无所谓 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讲校外的经历 会觉得你让你的答案 其实更加的personal 更加的人性化 或者更加的要更实义 所以我觉得我会这样建议同学们 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 是要你突出你的technical 专业性方面的能力的话 还是以你实习经历 或者说相关的校内的经历来回答 这样会更有专业度 更可信度 如果是说回答一些 比如说behavior问题 那你有学校职位之外的这些经历 都是可以的 面试官也是乐于听的 as long as it's relevant it's a good story 可以体现出你的优势 那都是好的描述 I see 在面试的时候 因为现在很多的 尤其大公司的面试 都是经过先是线上的比试 然后再来什么一轮二轮 如果在面试的时候 有一个这个搞技术的人员来 比如问我一个技术的问题 那么我当时比如脑子就空白了 我对这个事情就没啥思路 或者这是我以前学的哪个 我现在都记不清了 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来处理呢 我该嘴里也不停的说 还是还是该该说对不起 你再给我另一个问题 还是该该怎么样处理呢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一点就是 咱们要诚实 不会就是不会 会就是会 因为这点面试官其实是会 appreciate 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那我们就算不完全会 从你回答的时候 要组织好语言 逻辑性的表达出你的看法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问题我们好像不会 咱们也别急着就 呼吝啰通回答 我们可以说 That's a great question Give me some time Let me put my thoughts together 你可以问对方争取一点时间 把自己的语言组织一下 然后把你理解的 你会的 你可以表达的思维的方式 表达清楚 然后诚实地说 Yeah, that's my thoughts here To be honest I don't really have experience on this specific techniques I only heard the term during the class But I always interesting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opics I'm a quick learner I'm confident I can learn this quickly I can learn this quickly If I got opportunity to use the techniques during the work 最重要的是 不会就是不会 诚实 但是表达 我好学 我愿意学习的态度 那从面试官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可以记住的一点 就是 每一个面试官 在面试轮的时候 他的 expectation 都不是说 哎呀 这个candidate 得啥都会做 不会的 因为从 Hire manager的角度 他知道说 肯定是有些东西不会 那这份工作才有价值 对这个面试者来说 才有growing的空间 所以他都可以理解 你肯定是有些东西不会的 所以你如何处理 这些不会的技术 时候的学习态度 其实是对他来说更重要的 因为他的角度都是 giving you time and experience and opportunity everyone can learn it 所以这个方面是更重要的 对 太对了 对 我以前在一个大的工程公司 搞核电的 所以我们就很希望稳重的人 然后一般我们的面试 都蛮可怕的 都是几个经理坐在这 面试一个人 这种群面 然后我一般角色 就是问他点技术问题 我们当时最烦的一种 就是说 他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 然后他跟你瞎辩 瞎讲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这个就会过去了 所以像你刚才说的 诚实非常重要 诚实就是说 这个问题我现在记不清 因为我作为面试官的话 我每天来处理技术问题 我一定是可以难得住你的 对吧 那么我也想知道你的上限在哪里 所以你就不会就不会 不会说我有点思路 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朱老师 跟我们家长的指导分享 同学家长的指导分享 谢谢您 对 好的 陈老师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